长寿花的学名是圣诞茄兰菜,原产于非洲南部,是一种景天科茄兰菜鼠的植物。 长寿花的养护与管理指南,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,以土壤选择。 长寿花生长的底盘,需要有良好的透气性,推荐使用陶瓷或塑料材质,并确保底盘上有排水孔。 培养土应选用透气性好的营养土壤,如泥碳土腑液土和河沙的混合物,以提供良好的排水性和养分。 第二,光照要求长寿花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,但避免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,以免叶片受伤。 建议将其放置在室内阳光充足的地方,如阳台或窗台,并适当遮阴,长寿花在全日照半日照和散射光照下均能生长良好,每天需要保证6到8小时的适度光照。 第三,温度控制。 长寿花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至25摄氏度。 冬季应保持室内温度不低于10摄氏度,以免冻伤。 植物在夏季高温时应注意喷水降温。 第四,浇水原则长寿花喜欢湿润的环境,但不能积水。 浇水应遵循见干渐湿的原则,即每次浇水前先触摸土壤表面,确保土壤烧干后再进行浇水。 冬季应减少浇水,以免冻伤。 如果室内温度在10度以下,建议停止浇水。 第五,施肥管理。 长寿花在生长季节需要充足的养分,可每月施一次复合肥或腐熟的有机肥。 冬季应减少施肥或停肥。 将肥料均匀撒在培养土壤表面,然后用清水充分冲刷底盘,以防肥料直接接触叶片。 第六,修剪与换盆。 为了控制长寿花植株高度,和促进多分支,多开花。 通常需进行一到两次摘芯,在修剪时应注意保持株形的整体美观。 长寿花生长迅速。 一般每年需要换盆一次。 换盆时应选择稍大一些的盆,并加入新的培养土,以保持植物的生长空间。 第七,繁殖方法。 长寿花可通过扦插和播种两种方式进行繁殖。 扦插繁殖的最佳季节通常为春季。 长寿花的花语是大吉大利,长命百岁,福寿吉庆。 它叶片密集翠绿,临近圣诞节日开花,拥促成团。 花色丰富,是非常惹人喜爱的室内盆栽花卉。 中文字幕录像 专家。 专家。 中文字幕录像。 本体。 中文字幕录像。